人这一辈子,数十年而已,十岁不愁,二十不悔,三十而立,四十不获,五十之天命,只要还活着,就要吃喝拉扫睡,那一样都要开销,都要自己赚,苦喝泪,免不了了,躲不过,但人生一世,也有自己的福分,要记住,你盯着幸福看,幸福加倍,要懂得,你盯着伤疤看,痛苦上涨, 一福是拥有健康的身体,赚在多的钱,没有了健康,钱有什么用,健康才是自己的,有的青山在,不愁没茶烧,身体好了,吃香的喝辣的,走走看看到处都是风景,二福是有件小屋,有个半房子是你的安乐窝,必须要有一个,房子不要很大,否则也是负担,也是浪费空间,有的人,为了房子,一辈子都是房奴, 不可取,因此,小屋一间乐流流,轻松自然好心态,有个半,小屋有了,需要一家人,齐得融融在一起,每天回家,有饭菜香,有花生笑语,三福是有个,懂你的知己朋友万千,知己难求,有一个知己,那是懂你的人,知道你内心的苦,享受你的生活的愿,很多话, 和身边的人不好说,但可以和知己说,知己是互相帮助的人,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人,知己是随时随地可以聊天,可以无话不说的人,知己是心灵的陪伴,是一种过瘾,如果有知己,一定珍惜,一辈子都可以温暖和感动,四不是父母现在父母在, 你永远是孩子,即便五六十岁了,还是父母收心的宝贝,父母的家最温暖,父母的饭菜最香甜,一辈子,最牵挂你的人是父母,健健康康的父母,是福宝,不要觉得父母是累赘,要懂得,父母给予你的,一辈子夜差还不清,五福是有点钱,经济上有富余钱不是万能到,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到, 要努力赚点钱,让家庭衣食无丢,有点富裕,这样的小康之家,才是温暖的,人的起点,也许没有一点钱,到后来可以改变,一路上,努力的汉水也是幸福的象征,做人,要知足常乐,生辞有命,不贵在天,房子在大,只是用来容身,车子在豪华,也是代步,健康才是做人的底气,父母才是, 最在乎你的人,家庭和美,夫妻恩爱,才是幸福之家,有人懂你,有人帮助,感觉更加温暖,有福气的人,不过是找到了幸福,然后留存幸福,珍惜幸福,一生幸福,关注我的文字,走进你的心灵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